你好 今天来说一个网友给我发来的邮件 他的这个经历和现在的心情呢 我特别能够体会啊 这是一个成年人的话题 一个夫妻之间的事情啊 他是这么说的 昆哥你好 我犹豫了很久才下定决心 给你发来这封信 我也从未和别人说起这些 有的觉得难以启齿 我的婚姻和家庭该怎么继续 未来的日子我要怎么调整才能好起来 我今年35岁 生活在日本长期居住 已婚没有孩子 一直在要孩子的这个路上呢 挣扎了五六年了 也就是整个疫情期间 并且呢是在用试管啊 这种方式 最初呢都是人工受精啊 他有过前后两次的这个试管的经历啊 但是呢 这个试管移植都没有成功啊 这个过程他写了很多啊 就包括他之前做的这个准备 然后呢服用各种的药物啊 身体很痛苦 包括呢第一次啊 孩子就流掉了 就像月经一样啊 流掉了 他说我哭了好多天 人生第一次有一个小生命在肚子里 可是没能留下来 第二次呢 因为未能着床啊 因为本身我已经是育儿的高龄女性吧 我的整个过程呢 也都很痛苦 要在各个时间段服用各种补充的药物 包括睡前早起空服等等时间段 就这样战战兢兢 我三十岁的这个年龄啊 白头发快速的爬满了我的头 不分位置的疯长 虽然我们家有这种家族遗传 少白头 可是父亲和爷爷都是四十几岁 以后才这样的 我才三十岁 所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真的也偷偷的哭了好多次 我也不染发 戴着帽子出门 不化妆 带口罩出门 我也不做美甲 怕有甲醛 所以呢 任何对怀孕有影响的事情 我都不会做 我一米六零啊 身高 以前呢 九十六斤最多 因为上班呢 起早贪黑的很累人啊 有点蜡黄 压健康啊 我就补充维生素啊 液酸钙片DHA等等 刻意呢 让自己多吃一点 吃撑一点 也快胖到一百一十多斤了 也想再胖几斤 也许就好怀孕了 可是依然没能如愿 可就在这个时候 可能我就了 我发现我老公已经开始嫌弃我了 可我自己呢 并不知道 也许就在那个时候 我老公嫌弃我了 我并不知道啊 我老公呢 和我是同岁的 两次啊 取精子不是很理想 医生呢 说这个南方这边呢 也好调理 那么后面呢 从第二次抑制失败 他才开始戒烟 他的这个戒烟过程呢 也并不是特别的乐意啊 但是我后来想 反正我们之前啊 在这个实验室的胚胎 已经冻在实验室的呢 也是在他戒戒烟之前 我就做我自己该做的吧 也不强迫他了 医院呢 在最开始这个的时候呢 也做过调查 就是我们的同房的频率 他说呢 他的这个频率呢 一个月一到两次啊 确实有点低 他说因为我当时呢 也并不太关注 这个负息频率的事情 后来呢 就了解到啊 从网上查呀 包括医生跟我们讲 就排卵期前后 要抓住了一个时机啊 每天隔一天要做一次等等 夫妻双方呢 要共同配合 我也就和他讲 可是呢 他也不太配合 排卵期不做 或者呢 就做一次 呃 我的理解就是他 觉得这种需要感觉来做的事 怎么可以被要求 被强迫 很有压力 造成的排斥 我也就能理解 这样一直拖到后期 第四年 第五年的时候 可能已经两个月 也就只有一次啊 有时候呢 我会跟他说 这个月排卵期快到了 他依然不配合 他觉得 反正也要一直的 无所谓 因为他们现在也有啊 这个培养的这个胚胎呢 在实验室啊 疫情期间啊 我原来的工作没有了 我自己呢 后面是自营业了三年 前两年是赚钱的 到第三年呢 赔钱了 我也决定不做了 就安心的在家准备怀孕 我有时候也在想 35岁了 家里生活压力还在 也不能他一个人去扛 就想这二次取卵的 这几个胚胎用完以后 就不再进行了 就不再做这个试管了啊 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做过 确实很痛苦啊 这个这个 哎呀 确实是非常痛苦的一个事啊 我带着游客到美国来做的啊 Fairfax有专门的医院 上海人 这个到这来做也很痛苦啊 我也在想一辈子没有孩子 我和他也讨论过 也是可以接受的 而我真的有的时候沉下来思考 放弃移植的事情以后 那么未来我可以回归工作 我要减肥 我要过正常的生活 因为这几年 我都有点特意躲开 曾经的朋友和同事 不去主动社交 只有特别近的朋友了解我的情况 而且也有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我们夫妻的关系 未来走向也很迷 若干年后 我们自己如果身体出了问题 我不能接受 他突然给我抱回来一个孩子 跟我说咱们离婚吧 那一刻 我现在想起来都很怕 但是李静又告诉我 我现在去找对方 要任何承诺都是胡扯 我也会想好好维持夫妻关系 身体交流不那么有压力了 也许有助于夫妻感情 可是我看各种东西 研究怎么能让我们两个人更好一点 然后我越发的发现 其实他早就对我失去了兴趣 甚至可能已经有厌烦的这种忍耐了 我心里有点接受不了 都说中年夫妻亲一口 噩梦能做好几宿 这个我真没 您说的这句话我真没听过 说实在话我真没听过 可是我并没有 我特别喜欢黏着他 啃他 咬他 亲他 他也好几年了 就是爱搭不理 我还会各种黏着 我觉得他可能是性格的问题 然后我看到网上说 男人是不可能离开性的 和老婆不做 不是自己手动解决 就是到外面偷吃 我曾经怀疑过 他是不是一两个月 做一次在外面偷吃了 因为被孕的压力导致 他会反感我 是不是我的不好 毕竟我自己现在也没有形象可言 我就突然开窍 寻思让他注意力在我身上 我虽然胖了 但是也努力减肥 把体重降到105 有点胖 但不夸张 但是没有到不能看的程度 我也在网上学 增加两个人的情绪 比如买点情绪内衣之类的 可是我发现他依然躲开我 后来在这种情况下 我也问过他 有过交流 我就问他 即使如果不被孕 夫妻生活是不是应该正常 他说是 那你是不是讨厌我 不是 我不是讨厌你 可是我想 已经很久很久 我们做爱的时候就不亲嘴了 我觉得从行为上 他就开始嫌弃我了 也无法接受我 我们 一两个月才有这一次 这很不正常 中间夫妻这样是不正常的 那 是不是 有你到外面去出轨了 他的回答是 我不知道别的男人怎么回事 我不会的 我也没那个钱去红灯区 后面他丈夫说了一个 他自己解决的方法 那么在这个交流当中呢 我发现 他说了一句话 我早就发现 你不适合做爱 我真的很伤心 我也直接就说了 不管未来怎样 九月份啊 今年九月份 就是现在 他要给我写信呢 可能就是最近这心情很差啊 我九月份呢 就要移植了 这个我很珍惜这个孩子 真的 怀孕以后 你如果想我 我都不会同意的 你哪怕再厌恶我 这一个多月都不能装一下吗 或者和以前一样 躲着我 我也不会说什么了 其实我写这些话的时候 也都觉得自己讽刺 搞笑 我也不再难过了 我要正视自己 哪怕我没有孩子 我也要有爱的生活 我也知道 意识到上面这些情况后 我也很挑衅的说 我想出轨 我去找弟弟 当然这是气话 甚至他在知道原定九月份 要移植的计划后 依然请年假 回国办一些 所谓比较急的事情 呃 括号 比如见朋友聊一下 哪些项目可做呀 跑跑什么关系呀 之类的啊 甚至说呢 想延后几天 再回来日本 他在我预定 要移植的情况下 还想延期回来 我瞬间火就大了 我也很挑衅的说 如果九月份不符合移植条件 我也可以买张机票 出去玩几天 忙合啊 出去玩几天 一定等他回来的时候呢 回到家里 做好家庭主妇的责任 我很多时候 是在情绪内耗 中年人了 还谈什么在乎不在乎 爱不爱的 他都确定 你都确定他不爱了 想出轨的心又生起来了 不如就出轨好了 凭什么 他只能不满意我 既然那么早在一起的时候 就觉得我们不合适 为什么还不早说清楚 欺负我没有经验吗 我又不甘心 就这样平静的 隐忍下去 也总是 有时候会 尖酸刻薄的挑衅 我知道 这量不利于感情修复 可是我忍不住 但有时也会 很没品的 劝自己要现实 他年轻 穷学生的时候 我赚的钱 养我们两个 我这才刚刚停下来 享受他带来的便利 怎么就那么没福气 不能白吃他几年白饭 让他养着吗 今年哪怕是中秋节 他在家里和家人团聚的时候 都不会想到我这个妻子 哪怕他在家不好意思 那出去约朋友见面的时候 难道没有一分钟的时间 可以关心我一下 就是他没有联系 没有跟他沟通 没有问候他 没有联系 我的追问和吵架 也依然得出的结论 就是上面的情况属实 联系我也没有意义 这就是他老公的态度 他说的 他老公认为 上面情况就是这样 联系我也没有意义 我最近几天有点沉迷喝酒 然后突然看见那个高脚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个念头就是想打碎他 然后扎向自己 觉得那个鲜红的颜色 好像也不错 瞬间又觉得自己很病态 我觉得真的 想死的人是很容易死掉的 哪怕疼 怕不漂亮 在日本 安眠药是处方药 也不容易得到 多攒几次一吃 就可以无忧无虑的升天 也是够 也是够 甚至我都搞不清楚 自己是真的 想出鬼 还是为了报复他 想出鬼 有的时候 我会压抑 暴哭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我也明白 可能是自己太闲了 我也每天练瑜伽 也快两个月了 我也知道 依然要用其他东西 填满自己的生活 提高自己的能力 因为无论 我们接下来怎样 我还要有自己的生活 赚钱的能力 不可以丢 对不起 我与无伦次的一通输出 给您添麻烦了 那么这个网友 发的这个邮件 其实它很长 我已经删减了很多了 它有很多的细节 那么我感觉呢 它这个邮件 这封信写的呢 可能也是在喝完酒 那种状态下写的 因为它有一些 就是前后啊 这个用的词 不是那么顺畅 但是事都能听明白 事都能明白 这个里面的 它描述的那些细节呢 我也都能理解啊 就是一个 35岁的中年夫妻啊 为了要孩子 这个妻子呢 就非常的努力 但是丈夫看起来呢 有点敷衍了事 甚至应付 而且呢 感觉呢 她丈夫呢 现在有点故意啊 就是 就不大想挽回啊 在妻子心中的感受了 其实我为什么 要说这个呢 就是说呢 她的现在的这个 婚姻的状态啊 呃 我自己觉得 她就是您啊 就是 写的这封邮件呢 您这个 要不要孩子事啊 其实并不是 主要的问题了 我觉得呢 您现在 首先呢 应该考虑呢 您和您 丈夫 现在的婚姻和感情 是不是还在 一个正轨 是不是还在一个 温暖的状态下 还是一个正常的 婚姻的状态下 呃 我自己 通过您的描述 文字描述 我感觉 这很像 离婚 以前的 那个 纠结期 哎呀 有的时候 为什么说 您这个 我觉得您 这个话题呢 我自己 特别能够理解呢 因为我也离过婚 可能这是我 可能是第一次啊 在视频里面说 我自己的经历啊 我也离过婚啊 我大概是 七年吧 不到八年的婚姻 离婚了 所以呢 我能理解 就在下定决心之前 是非常让人 痛苦啊 纠结 折磨 呃 翻来覆去的 想啊 这件事情 其实呢 真的有的时候 当事人是挺痛苦的啊 现在我来觉得呢 因为您的这个 从恋爱到婚姻的 整个过程呢 我并不是很 很能够 很完整的了解啊 但是我看起来 您丈夫现在就是 已经不爱了 他也不想改善 夫妻之间的关系 也不想控制 这种继续下滑 恶化的婚姻关系 他也不想挽回 这是我看到的 您的描述当中的这些事啊 他做的很多反应 也就是在 哄你 应付差事而已 而且呢 看起来更像是 他希望你 能够通过你 通过你的冷静 理性平静下来 达到和他 共同认可 这段婚姻已经 破裂了 这段感情 已经没有必要挽回了 回到同等认知 因为您看您现在 感觉了 包括您的描述 跟他交流过程当中呢 他有一句话 说 我早就发现 你不适合做爱 这句话非常伤人 但是呢 显得 您丈夫呢 也必要隐忍 我能理解 男人的这种心情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他就是在敷衍 就是应付 希望您能够冷静下来 回到平等的 对这段婚姻的认知 再说 咱们怎么离婚 未来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 他早就想好了 所以才会这样 包括您后面说啊 我 你说的情况都属实 我就这样 您联系 我也没有意义 就是他已经放弃了 他已经想分手了啊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不是您一方 努力就能把它拉回来的 可能他就是一个 很超然的 坐在这个婚姻和爱情的 这栋房子外面 他看着这个威房 等着他塌 但是呢 你还觉得那房子里面挺好 你还在那又装修 又粉刷 又买新家具呢 他站在房子外面 很不耐 他还觉得还能住 但是我早就觉得 这房子不能住了 所以他没办法 等你 通过这种方法呢 可能让你慢慢的啊 把你的情绪平静下来 因为您还在要孩子 这个性头上呢 再有一个呢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 你们已经有孩子了 你觉得是一个幸福 或者说一个稳定的状态吗 如果现在没有孩子的困扰 已经有了 已经有一个孩子 那么你丈夫这个样子 你觉得是不是好呢 还是说真的没必要再到那个样子啊 那么即便是不要孩子了 您说我们也同意啊 以后也不要孩子 就想我们现在就丁客了 那你们俩这状态也不合适 所以怎么想 我都很残忍的觉得 你要做好离婚的准备 这是我的建议啊 因为 他有的时候 他真的不是这东西呢 真的不是一方努力 能够成功的 爱情婚姻是两个人共同努力的 而且需要在 共同的愿景 共同的共同语言下 那么现在呢 看起来这些条件已经不具备了 离婚的原因啊 有很多种 比如呢 第一个呢 就是先天不足 就是两个人的出场配置就有问题 而且呢 您这里面的知言片语 我自己感觉呢 是不是这个婚姻开始就有 哪些不那么纯粹的目的 在里面啊 这个我不清楚 但是我感觉有点 有点这个味道啊 就这个婚姻开始就有点不纯的目的啊 那么第一个呢 先天不足 第二个呢 就是说离婚的第二个原因呢 一般来说 就是两个人的共同语言少了 就是共鸣少 交集和空间少 你们两个人的圈子 状态 认知 变化 境界 都 慢慢的越拉越远了 你这就没法有共同语言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共鸣啊 越来越少了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一方出轨 一方出轨啊 一般来说呢 对女性来说 提供情绪价值 这个女性往往会出轨啊 对男性来说呢 就是家里的这位女性不能满足你的性需求性价值 可能他去外面去寻找 能找到满足他性需求性价值的 像您的这个丈夫说了一句比较狠的这句话 我其实早就发现你不适合做爱 其实这个是他的心理话 我觉得他说了一句心理话啊 这是我的感觉 第四一个离婚的原因呢 就是有一方很烦 实在受不了了 忍耐和他的这种耐心 已经耗尽了 你就放我走吧 你也没什么问题 但咱俩就是不合适 我真的不想跟你再生活了 我外面也没出轨 但是真的就是烦了 受不了了 这是第四个 第五种类型呢 就是双方默契到冷静分手 一般来说 离婚都是 那一瞬间你会很冷静 哎呀 真的不想跟他过了 你没跟他吵架 你也 你们俩没发生激烈的争吵 在那一瞬间 你就特别想离婚 我老婆跟他曾经有过 那么一个感觉啊 我后来想想 就是他怀孕之后的 就是生完孩子之后的 那个阶段呢 产后焦虑吧 有一段 就是呢 他说让我干这 或者啥 我那有一次 他说你把你什么 拿回来 我说行行 等一下啊 我还看着手机呢 他那瞬间就觉得 我真想跟你离婚 我也不想跟你吵了 就是我在看手机 我在很平静的回答他 哦行 你等会啊 我这就拿给你 我天 给他气的 他也没有气了 他就觉得 我就想跟你离婚 这个东西呢 我自己以前啊 就包括我说 我之前 有过七年多 将近八年的婚姻 我也是那一瞬间 真的 很平静的就感觉 哎呀 离婚吧 不能过了 就在下定决心之前 你会很痛苦和纠结啊 那么双方默契到冷静分手呢 就像你们家的这个房子 刚才我举的例子 双方都已经发现 是无法修复的 微房了 两个人都很默契的 站到房子外面来 安静的看着这个房子坍塌 知道 你也知道 是微房 我也知道是微房 很理性 咱们就挡着吧 挡着塌了 其实呢 就是两人说好了 咱们就离婚吧 大致就这样 那么最后我还想说一个 就是您提到这里面 性生活的问题啊 性生活频率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 这个频率多 也不一定就是幸福 频率少 也不一定 这个婚姻就差 往往是双方能达到一个平衡点就行 达到这个平衡点了 就没关系 你甭管次数多也少 双方有默契 有平衡就可以 有的 这个丈夫很旺盛 这媳妇烦 他没这个 他也不一定就很美满 很和谐 但是两个人呢 就是没那么频率呢 也不一定差 也有的很和谐 也有啊 也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语言交流啊 摸摸头啊 突然抱抱啊 亲戚呢 拉了手啊 开个玩笑啊 其实都是调剂生活的方式啊 所以呢 这个网友呢 我建议您呢 是做好离婚的准备啊 因为呢 他既然这个样子 而且 其实他还有 我 我觉得啊 您丈夫还有实话没说 他还有隐瞒啊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那当然 可能我这说太残忍 但是我觉得您还是要做好 重新生活的 这个 再再次啊 这个 把自己打造的更好的 这样的机会吧 好吧 今天聊到这儿 请大家点赞 订阅 谢谢 再见 一会儿